銅鑼灣襲擊執勤警員的男人任職的維他奶公司發表嚴正聲明 說有員工未授權在內部轉發措持不當的通告 強調集團支持當局根據《國安法》全面調查警員遇襲的事件 網上流傳維他奶國際集團的內部通告 通知員工香港採救部一個採救主任 在7月1日銅鑼灣事件中不幸誓誓 並向家屬治罪深切的慰問 有關說法隨即引起內地網民關注和評擊 有人認為維他奶公司是美化暴力、包庇恐怖分子 有人更加說要維他奶離開中國市場 內地藝人任嘉倫和龚俊先後宣布終止和維他奶的合作 說堅決抵制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恐怖等極端事件 強烈反對並譴責嚴重違反國家法律的暴力犯罪行為 維他奶發表聲明 說網上流傳的文件是由一個員工私下贊捨並內部轉發 未經授權所使用的措辭極為不當 正是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而維他奶凌晨也透過微博發聲明 說警方昨天上午曾去到公司在香港的辦事處 公司全力支持香港當局根據國安法對案件進行全面調查 聲明說集團和在內地營運的公司都自力支持內地和香港的穩定、繁榮和發展 無線電視記者吳惠陰報道